最強演奏家來囉 國樂器聲早在商朝就已經出現 聲常被用於其他管樂器的伴奏 但所需的席次少 學習者也少 加上形狀特異 使人們對聲有著既古老 又陌生的神秘感 今天的最強候選人就是他 聲演奏家李立錦 他可是台灣少數兼具演奏 及創作能力的音樂工作者 今年二月這段影片上傳到網站上 短短兩週的時間 瀏覽次數已經突破三百萬人次 究竟這段影片有何魅力呢 就是這種身歷其境的感覺 更受到網友誇張比喻 比原版配樂更像原版 甚至登上各國媒體版面 聲這個樂器它本身跟其他國樂器相比起來 比較沒有 音色比較不會那麼傳統 也被譽為西方的管風景 所以結合電玩音樂的演奏 我覺得還滿適合的 小時候的時候 如果上那種大班的團體合奏課 就會難免覺得滿孤單 但是長大後覺得還滿好的 因為這樣機會比別人多一些 就是比例來上來說 如果像二胡那麼多人 那如果你要爬到頂尖的話 那是否就有點難 因為我本身也會創作 那當然是希望未來能寫更多的曲子 然後演奏給國內外的人聽 也滿喜歡新鮮的事情 跟也滿樂於接受挑戰 所以也滿期待未來能跟 不同領域的人 比如說舞蹈或者是 戲劇的人合作演出 我們也特地問了幾位外國朋友 看看他們對這表演有何感想啊 蠻好聽的 我覺得不錯 不錯 不錯 對 我覺得不錯 她曾經製作了一段時間 然後演唱一首歌 現在還要跟孩子們相似 所以我覺得很棒 連老外都讚嘆的表演 麗瑾在生這個領域所下的苦心 總算沒白費 而她會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表演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好 中中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可愛喔 這個相當辛苦 真的 唯妙微笑 我覺得這應該 跟安馬有得比 差很多 差很多 告訴你 不過他剛剛真的是從頭都跑到尾 你覺得他辛苦嗎 後面拿香菇都跑來跑去的更辛苦 這個 他們要不知道繞一大圈 其實黑衣人最辛苦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你不是主角 重點我們不是要訪問你 為什麼你會站在我們兩個中間 我們不是要訪問 推那個生的人嗎 要給無尊鼓勵一下 因為是搭配演出 對不對 真人演出的超級瑪莉亞 演得真可愛 尤其剛才最後你拉了個旗子 往下降有沒有 你下來得分那邊 我就掉淚 那個很像我們以前小時候 好像看日本一個節目 就是 超級變變變 對 就是超級變變變的想法 好棒 小時候看的節目 我小時候看的啊 對啊 好棒 非常之好 謝謝 繼續加油 好 沒問題 你現在能不能麻煩你 帶來這根旗子 國旗有沒有 還有這個城堡 還有後面黑衣人一起離開這裡 好不好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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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很想當碧琪宮 來 黎麗瑾 哇塞 好厲害 神人出現了 神人吧 真的很厲害 不要看他個頭小小的 剛剛我們聽到 我們剛剛聽到的那個 瑪莉兄弟的影片 上傳到網路的時候 到現在已經突破了 300萬人數 而且是在兩週之內 厲害 超厲害的 他才只有25歲 但是學習聽說已經相當長的時間 從幾歲開始學 小學三年級 到現在已經超過十幾年了 十幾年 已經超過十幾年了 有這麼多樂器可以學 為什麼要學聲呢 他並不好搞 其實我本來是要學 只是那天選樂器 對 很好聽啊那個 那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用手的 一個是用嘴的 敲擊樂器 對啊 用嘴 妳怎麼後來會用嘴呢 因為後來就是去選樂器那一天 然後我比較晚到 然後我去的時候 老師就說 就是耳滿了 然後 那一把聲妳要不要學 這樣子 就有一點 感覺很像是剪剩菜 所以妳老師是跟妳說 這剩下的看妳要不要 剩下的聲 也太辛苦了吧 但是妳怎麼會想用這個聲 這個國樂來演奏超級瑪麗 什麼靈感 因為我 其實屬於那種娛樂性 只在玩這個樂器 因為它可以演奏和聲 然後就有一天就覺得 這還滿適合的 然後就玩一玩 演奏和聲的意思是 你剛剛在吹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單一一個音頻對不對 對 所以它可以在 這個樂器的特色 就是它可以在同一個時間點 演奏出兩種聲音 可以試一下嗎 試一下 我們聽聽看 就是主的旋律 主旋律跟合音 厲害 難怪沒有人學太難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哇 對 因為這就是合 有合 已經有合了 有合 厲害 好棒喔 哇 她的主旋律跟她的合音啊 半奏 半奏 其實是一層一層疊出來的 一層一擺欸 真的很厲害 對啊 Bobby來幫我們做一下Bobby 比 可以啊 Bobby可不可以啊 真的還假的 妳的Bobby 妳的Bobby比她演奏以後比較有氣質 好有氣質 而且她一個人就可以像是一人樂隊 一樣 搞得跟千斤萬馬一樣 對 聲音好豐富 一個聲可以搞定好多事情 不愧是最強演奏家候選 不只卡通配樂 連Bobby都可以吹得出來 那接下來即將進入最強大國民的考驗啦 大黃蜂進行曲 是俄羅斯作曲家 柯薩柯夫的名曲之一 由於旋律極快 所以常選用詞曲作為展示鋼琴 小提琴的演奏技巧 但對於吹奏樂器來說 這可是有相當高的難度喔 要成為最強演奏家 就必須通過這項考驗 李立瑾可以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嗎 現場的朋友掌聲鼓勵 殺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懷疑她邊吸邊吐 就開始右近左出 來 我們直接先來好不好 先投票 OK 她已經考驗完了 她已經表現完了 各位都看到 也都聽到了 最強演奏家李立錦25歲 永生挑戰大黃蜂 請問她通過考驗了沒有 最強精力團請決定 好可憐 好可憐 唉唷 曲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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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們在那邊焦頭接耳的 幹什麼咧 而且曲老師又是最後案的 呃 因為其實一開始她那個 超級瑪莉爾那個表演 我會讓我整個重點是在超級瑪莉爾 反而不是在她吹的那個 聲的表演 對 然後 可是她剛剛那個大黃蜂 對 所以我們剛在焦頭接耳 就是到底應該要怎麼辦才好 因為可是挑戰是大黃蜂啊 挑戰大黃蜂啊 可是因為我 我剛剛那個表演讓我整個Focus 竟然不是在她身上 那 對 然後我覺得如果 因為樂器 如果她表演演演奏歌曲的話 我就覺得很正常 如果她可以表演一個比較不一樣 也許是樂器可以講話之類的 樂器 對 像阿咪老師那樣 金龍那樣的 啊啊 哪一種的 譬如說 啊啊 你講出我們的 吹出我們的最強 啊啊那種 之類的就是會出 最強大國民這五個字 用吹吹的出來嗎 最強大國民喔 她這個是在講山東腔啊 丹東腔的最強大國民 丹東喝到假酒啦 沒有啦 這個太綜藝了啦 所以我覺得 原本大黃蜂是讓我們大家很期待 可是在聽的過程中 剛開始的時候我是驚豔 可是聽聽聽 聽到後面有時候我覺得 嗯 因為可能它有一些音調跟那個 Pitch啊沒有那麼的大的那種幅度 聽起來跟我們老師 彈出來是完全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表現已經非常棒 因為他 因為他完全用感情 而且呢就投入在這一首 這個大黃蜂裡面 所以我覺得讓他表現的 因為基本上 我都不覺得 我都覺得為什麼沒有過 一定要過啊 應該要過 所以就一定要按過 因為重點是不是每一種樂器 都可以表達大黃蜂的 這是很難的 你是不是想要拿 有直敵高手吹大黃蜂 可能嗎 但是因為聲這個樂器 可能一般人也不曉得 他難度真的有多 但我們在現場看他 包括吹 包括他的五根 十根手指頭在動 真的很難 至少光想像我們就覺得 吹不出大黃蜂 很難 以聲來挑戰大黃蜂的速度 已經算是完成不可能的任務了 我們就來聽一首適合聲的曲子 是由西班牙作曲家 薩拉沙泰所做的小提琴名曲 《流浪者之歌》 先來聽聽看李立瑾如何表現 再做評鑑也不遲喔 對 但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 Selina都快哭了 很符合他現在的心情 沒有過關 也不需要這樣吧 掌聲鼓勵 這個太棒了吧 這個我就有雞皮疙瘩 因為剛剛真的有孤單落寞 而且這個音是跟剛剛不同的 這個是更宏寬更廣 而且這個樂器的聲音 又變成另外一種調整 完全沒有預期的 在樹林裡被全世界拋棄的感覺 不是 是歐洲 是歐洲的一條孤性的老街 他也沒有那麼複雜 他就是 走在忠視的門口 被郭彥均夏語心拋棄的感覺 打來打下來 但是 但是我們剛剛全部人都有一個問號 就是你怎麼換氣 就是你的聲音沒有斷 可是你怎麼換氣 其實是 它其實是可以吹也可以吸 所以剛剛我們說大黃蜂 它怎麼辦得到 因為它其實就算在吸氣的時候 也發出聲音 它還會用這個 不是說大黃蜂 它用這個表演出手機鈴聲 手機鈴聲 感覺很窮異的 妳是不是很喜歡用聲 去找各種聲音表達可能 妳有準備手機鈴聲還有什麼 直接一口氣幫我們表演好了 小美人魚的主題曲 這個我想聽 來 掌聲歡迎 先來手機鈴聲好了 好 來 好像喔 再一次 好像喔 快接電話 沒有 我跟你講 過了啦 還要加這個 郭彥均 他爸爸在手機那邊等你 不要這樣 放得上廁所 這也是 這個好玩 這個好玩 我覺得聲已經是她的生命了 是她的生活了 百分之百了 模仿了手機鈴聲 你剛剛說還有小美人魚 我們也聽聽看好嗎 來 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謝謝 她是走動員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棒的 我覺得演奏家 叫做演奏家的 沒有超過30歲的很少 對不對 25歲就有成就的更少 好棒喔 而且你彈的這個旋律 就是讓我們都很有共鳴 我們不能升這個樂器 我們甚至可能音樂也不懂 但是這個旋律 都會讓我們很有共鳴感 我覺得今天節目播出以後 最強大國民放送給全國觀眾 全球華人看到了 學習升這個樂器的 大概又多好幾百人了 對啊 好棒喔 可以發揚升這個樂器 妳長得真的是 我們今天現場的燈全把妳們灌掉 全滅了 全滅了 重新來 現在 完整表達 李立錦帶著她的身 從頭到現在 OK 不要忽略了每一個環節 但是也沒有壓力 你們也是要公正的 重新再來一次 OK 最強演奏家他過關了沒有 最強建立團請決定 李立錦會不會過關 最強演奏家 最年輕的深演奏家 李立錦 請 全是通過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第一次為了參賽的人 來表現的人來做球 敗票 第一次上訴 我們第一次 我們沒有上訴的 對啊 我們沒有上訴的 這個敗票我真的我覺得值得 因為我們在旁邊聽 真的很感動 也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不是好聽而已 是感動 好不好 恭喜李立錦 最後還是靠自己的實力扳回一城 通過最強大國民的最強認證囉